金融时报报导美国众院议长裴洛西将在8月率领国会访问团访问台湾、印尼、日本、马来西亚、新加坡和位于夏威夷的美军印太司令部 白宫发言人尚皮也表示无法评论没有公布的行程 重申美国对台湾的支持是跨党派的也符合美国一直以来的一种政策 众院议长裴洛西的发言人李一表示基于长久以来的安全标准程序 他们无法事前确认或否认任何国际访问行程 众院外委会主席米克斯则是没有回应相关问题 另外原本参院外委会要针对台湾政策法案进行表决 不过因为共和党议员需要更多时间审视相关内容 今天会议暂时保留到8月3号再交付表决 拜登在6月表示很快将和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 不过白宫方面表示拜习通话没有进一步讯息可以预告 而同样没有进一步进展的是取消部分加征的大陆商品进口关税 TVBS新闻黄松普宁嘉辉美国华府报导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